欢迎大家来到智慧解读,你的订阅、点赞、收藏和转发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尽量做到每两天一更,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美国汉学家石景天的系列作品之一,曹寅与康熙。 在康熙时代,曹寅代表了皇家褒衣这个群体,作为从未在政治上出现过的角色,褒衣群体与皇帝间的互动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官僚模式,而曹寅的一生可以作为范式来展现康熙朝的这种政治特色。 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文化人是看不起小说的,认为小说是不值一提的玩意儿,但是呢,在乾隆年间,有一本小说却被当时上流社会的精英们争相传阅,那就是著名的《红楼梦》。 《红楼梦》肯定是好书啊,但它能够在清朝的上流社会流行开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曹雪芹的身份。 曹雪芹的爷爷是康熙朝的传奇人物,叫曹寅。 说起曹寅呢,或许很多朋友对他有些陌生,但如果提起康熙六下江南,那想必大家伙都会知道。 在六下江南中,后四次就是由曹寅来安排接待的,这在《红楼梦》中也有提及。 知厌斋就批注第十六回,是借醒亲事写南巡。 能对帝王的出行负责可想而知啊,曹寅在当时对帝王对时政都极为重要。 时过境迁,当曹雪芹在几十年后通过《红楼梦》去映射曹家的巅峰时代,想必呢,会让乾隆朝的官宦子弟们充满好奇,毕竟不论金人古人都喜欢八卦嘛。 那今天要说的这本《曹寅与康熙》就将带我们去深度了解,引领曹家走上巅峰的曹寅,他是如何发迹的。 本书作者石景谦呢,是美国的著名汉学家,与魏菲德·孔菲利一同,号称是美国的汉学三杰。 石景谦这个看起来充满着韵味与内涵的中文名字,是他在耶鲁大学研修史学博士时,有一位中国史学前辈房赵引起的。 井呢,是井阳的井,迁就是司马迁的迁,那可见寓意之深。 而石景谦在史学界的成就也显然没有辜负前辈的期望。 石景谦的文笔特别华丽,写的虽然是史学研究,但却让人读起来有小说一般的酣畅凝离。 那正是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会经常被一些评论家排除在史学研究之外。 他们认为,石景谦视野过于宽广,没有好守穷金考据出前人未知的事实,没有成为某一特定历史题材的权威专家。 但是呢,这种批评并不能够站得住脚。 大家都知道,中国史学的传统写法就是像史记那样,从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角度来展现历史辉煌的权项,用流畅优美的文字传递历史的温度。 而石景谦呢,也正是如此,所以想必当年房赵莹在给石景谦取中文名的时候,就已经很了解石景谦对于史学的态度与追求了。 那今天要说的这本《曹寅与康熙》是石景谦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博士毕业论文。 虽然在史学研究和写作功利的角度上看,这并不是石景谦最好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呢,本书在石景谦的学术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 因为纵来石景谦的作品,我们可以猜测,他就是通过《曹寅与康熙》这本书的创作经历,才确定了一生的写作手法和方向。 同时呢,也正是在撰写《曹寅与康熙》的过程中,对历史资料的扎实积累,石景谦才在之后写出了他在西方世界的成名作,也是他的第三部作品,《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 这次我们解读的版本呢,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制作的石景谦作品集,这套书可以说是目前石景谦作品最好的一本系列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从书的主编之一郑培凯,是石景谦在耶鲁大学历史系任教师的亲传弟子。 好了,我们现在呢,就通过作者的视角,从曹家的兴衰中去了解三个关于康熙朝政治特色的话题。 第一,康熙为何会将身为一族的曹寅视作心腹?我们能由此窥视到当时怎样的政治背景? 第二,透过曹寅仕途顺畅的一生,我们看到的是康熙的人情还是权术? 第三,康熙为何要让曹寅成为政治密探?这将对此后的政治与曹家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身为满人的康熙,为什么会信任一个汉人? 说到康熙,相信很多朋友直接会联想到微副司法啊,多年来,在影视媒体三番五次的细说演绎之下,康熙原本就很有传奇性的一生,更是被渲染的戏剧性十足了。 这让大家很多时候呢,都会忽略一点,就是,康熙是清朝定都北京之后的第二任皇帝,当时的天下还不是铁板一块呢。 在外有四季而动的藩王,也有暗朝涌动的宗教极端组织,在内有图谋不轨的权臣。 而且呢,当时为了避免计划民族矛盾问题,就连对官员的任用也要几经思量小心翼翼。 所以呢,康熙在登上皇位之后,要面对的并不是有惊无险的戏剧性生活,而是真正关乎生死的各种名枪案件。 一个人再强,也不可能面面俱道,所以呢,康熙也需要让心腹去处理一些他经历难以顾忌的事。 那什么样的人才适合被培养成心腹呢? 想必大家如果没有事先知道曹寅既是汉人,也是心腹,就很可能会说,心腹一定不能是汉人。 这其实没错,康熙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皇帝,当然会实施地方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汉人。 但是把曹寅视走心腹的康熙肯定不傻,这是因为曹寅虽然是汉人,但是呢,他却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 石景谦在全书的第一章就为我们详细讲解了这个特殊群体,褒衣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因为看到了宦官对前朝的严重影响,所以呢,清在立国之初就对太监采取了极力打压的态度。 但是这种态度对于皇室自身也造成了不变,因为原本一些由太监来处理的事物,比如说收租,采办等等,就没了负责人了。 褒衣群体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顶替那些由太监空缺下来的工作,走上了时代的舞台。 褒衣这个词啊,来源于满语,翻译过来呢,就是家奴的意思。 汉人成为满人的家奴,大多是因为战败被俘,曹银的家族也是同样。 早在1621年的诺尔哈赤士时代,满人攻克沈阳之后,曹银的曾祖就与大量汉人一起沦为奴仆。 褒衣制度是一日为奴,终生为奴,后代子孙也世代为奴,褒衣与宦官的不同,石景谦在书中引用了史学家孟孙的说法,就是褒衣制度奠基于早期部落的构架之上,往往有五人依照军事纪律统下,所以很明显,褒衣要比太监可靠多了。 说到这儿,石景谦在书中指出一点,曹家后来的刑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沦为奴仆的时间早。 1621年时,汉军八旗还没有建立,所以呢,汉人被俘沦为褒衣后,会跟随满人主子加入不同的旗籍。 曹家进入的是正白旗,这个不可自控的偶然事件对曹家的未来至关重要。 八旗制度是民兵合一的治理手段,所有人被分别编入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香黄、香白、香红、香蓝等八个单位。 最开始呢,正黄和香黄两个单位归皇帝直接统帅,其他六个单位分属不同亲王。 但等到了1651年,摄政王多尔滚倒台之后,原本属于他的正白旗被顺治皇帝收编, 与正黄、香黄一起被统称为上三旗,地位远高于其他的下五旗。 而曹家呢,也因此成为了皇家褒衣,获得了开启未来的起点。 不论是褒衣还是汉军其人,最风光的日子都是在康熙朝。 原因我们在开头就已经说过了,对于少数民族皇帝来说, 头等大事就是处理民族矛盾问题。 打仗满人很在行,但是呢,搞治理就要差劲很多了。 尤其当时,大多数的满人不通汉语,更不了解汉人的习俗。 所以与汉人直接接触时,很容易产生摩擦。 这个时候呢,褒衣和汉军其人就排上用堂了。 因为虽然他们在血统上看似汉人,也通晓汉人的语言习俗, 但是在身份和心态上却实实在在地站在满人这一边。 所以这些人呢,就得到了被统治阶层重用的机会。 根据石景谦查阅到的数据显示, 1670年前,在清政府出任过总督的几十人中, 仅一人是满人。 而且到任的第二年就退休了, 其余所有人选都来自汉军八旗。 而在1644年到1668年间, 做过巡抚一致的汉军不下96人。 再说褒衣。 在康熙朝,出任官职的褒衣虽然也不少, 但是位及人臣确实没有汉军那么多。 做过总督的锦衣人,巡抚的两个人, 还有人出任过布正使,岸查使,御师大夫等, 但人数靠手指就数得过来。 不过大家可不要因为这些数据呢, 就小瞧褒衣群体的势力, 他们的真正力量是在上三旗。 作为帝王的私人奴才, 上三旗的褒衣们能够得到很多肥缺, 而这些肥缺很多又关系着帝国的根本, 比如严正海关等等。 我们就拿严正来举例子。 各位都知道, 严那是生活必需品的, 生产买卖从春秋占过时代起, 就一直被政府监管把持。 同时呢, 严也是暴力的物资。 康熙朝的大臣郭启元就统计过, 一包严在江南一带的收购价是两三文, 等到了江西湖广等地, 零售价就会涨到一二十文, 翻了七八倍之多。 康熙朝的严正一直都是由褒衣在大理, 曹寅与他的爷爷就都曾管理过延务。 相对于汉军褒衣群体在出任职位上的特点, 石景谦认为, 原因在于被派驻各地的褒衣们是皇权的代理人, 可以起到牵制常规官僚体系的作用, 因为褒衣直接隶属于皇帝, 无论是地方律力还是军阀, 都无法对他们形成制约与制衡。 所以呢, 从褒衣集团的兴起可以看得出来, 康熙朝的政治形势长久以来都不容乐观。 那么曹寅作为褒衣集团中的一分子, 是普通还是特别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二个话题, 透过曹寅仕途顺畅的一生, 我们看到的是康熙的人情还是权术? 曹寅的发迹确实有时代的原因, 但不能否认, 他的家族和他自己也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现在就透过石景谦的视角去看一看曹寅是如何走上人生巅峰的。 石景谦认为, 曹寅的发迹要从他的爷爷说起, 曹寅的爷爷叫做曹振燕, 是让曹家实现经济自由的人。 刚才有提到过, 曹振燕曾管理过严正, 虽然他在这个肥缺上只干了两年就死了, 但也足够让曹家从小康发展到富裕。 有了经济基础, 很多事情都开始蒸蒸日上了。 曹寅的父亲叫做曹喜, 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的他, 拥有不错的眼界和学识, 这让他的仕途十分顺畅。 在出任江宁制造几年里, 工作成绩优异的曹喜深得皇帝的赏识, 不过最重要的是, 曹喜娶了一个足以影响曹家未来的媳妇, 孙氏。 曾在皇宫做过多年宫女的孙氏, 在结婚之后不久, 又被反聘回宫内, 成为康熙的奶妈。 所以曹喜在康熙亲政后的1668年, 能获得公布尚书的头衔, 想必多多少少也与妻子孙氏有些关系。 虽然曹喜这个公布尚书并没有实权, 只是荣誉称号, 但这确实在身份上帮助曹家进入了上流社会。 曹寅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有钱, 又有地位的家庭, 所以少年时代的曹寅可以受到极好的文武教育, 而这所带来的好处是不可忽视的。 贤熟的骑射功夫让曹寅得以在发迹前, 有机会追随帝王参与唯利活动, 而良好的文学素养, 就让他能与很多汉族文人成为好友, 就像石景谦在书中评价的曹寅的日常一样, 说, 当差事似乎就是个真正的蛮人, 而个人生活中又如同地道的汉人一样, 可以说曹寅成功地融会贯通了满汉文化。 这样的能力并不是每个褒衣都能具有的, 所以除类拔萃的曹寅在1690年获得了苏州制造的职位, 那也是理所当然。 清朝有三大制造, 除了苏州, 另外还有江宁和杭州, 无论规模还是重要性, 三大制造都是以江宁为首。 曹寅在苏州干了两年多, 就被调到了江宁继续担任制造, 这一干就是20年。 制造并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官员, 没有固定的品阶, 但一百万两白银的年薪, 却与巡抚和布政史不相上下, 制造的主要工作是为朝廷制作服装。 说到这儿, 大家可能会觉得好笑啊, 那么出类拔萃的曹寅居然只当了一个服装厂的厂长啊, 你可别小瞧这个服装厂厂长, 因为他除了制作服装之外, 还承担着很多其他重要的工作, 比如采购铜料, 平衡米价等等。 中国自古呢, 铜料就不充裕, 康熙初年时呢, 更是日趋紧张, 而米价又是民生之本, 关系到国家最基本的稳定, 所以说, 制造的重要性不言而语, 根据石景谦的查阅统计, 在1656年到1733年之间, 总共有21名上三旗包衣担任过三大制造, 这些人全部都在满洲族谱里, 也就是说, 他们与曹家一样, 都是在满人入关前就已经沦为奴仆, 对皇上来说, 这是相当靠谱的一群人, 因为包衣唯一的仪仗那就是皇上, 所以从人员的选择上, 我们可以看见康熙姓和中近乎偏执的控制欲, 石景谦在他另一本著作, 《前朝梦义的前言》当中也有提到这一点, 这种控制欲可能是天性使然, 但也可能是形势所迫, 大家知道江南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 同时也是汉族精英的聚集地, 这些汉族精英掌握着大量的财富和社会资源, 但作为汉人和汉人文化的代表, 他们就算在平定三藩之乱的过程当中帮助了政府, 也没有办法得到皇帝的信任, 与此同时呢, 身在京城的康熙还要时刻担心着朝廷权臣和族内亲王对于权力的觊觎, 所以制造一职才没有被编入传统的官僚体系, 康熙需要皇权的控制力通过忠诚的褒衣集团直接到达遥远的江南地区, 并且呢, 让这些褒衣成为自己可靠的耳目, 石景谦在出版咨询当中就有提出, 本书是把曹寅的一生当作范式来呈现的, 但既然是范式, 也就说明曹寅对整个褒衣集团来说有一定的代表性,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跟随石景谦去看一看曹寅与康熙之间的关系, 虽然曹寅的母亲是皇上奶妈, 同时呢, 也有很多迹象显示, 曹寅曾在年少时半军读书, 但如果他没法在工作上让康熙满意, 那么再亲近的私人关系也不会让他得到皇帝的青睐, 对于制造这个工作, 最困难的就是资金问题, 说到这呢, 你可能会觉得这话不靠谱, 认为一个皇家机构不可能有资金问题啊, 没错, 从理论上来说, 钱确实不是问题, 按照1664年政府部门间达成的协议, 户部负责筹钱, 公部负责备料, 但请各位注意一点啊, 户部与公部都属于正经的官僚系统, 而制造却是独立于整个系统之外的存在, 亲兄弟谈钱都打架, 一个外来户伸手要钱, 怎么可能会轻松顺利呢? 不要以为有皇上撑腰就了不起啊, 毕竟说到底, 户部与公部也是给皇上摆, 资金来源的不稳定, 让制造要特别善于经营, 比如在采购或者故宫的价格相对低廉时, 预付款项以节省出差价, 但是节省呢, 不是解决全部问题的, 经常呢还需要进行其他经济活动来搞钱, 比如从政府机构借到低息甚至无息贷款, 再拿到外面去放高利贷等等, 而且呢因为制造代表的是皇帝, 所以要特别的注意名声, 不能够急功近利惹起名愿, 你看这个工作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轻松吧, 曹延的工作成绩是很让康熙满意的, 他不仅流畅的完成了日常工作, 还制作出让康熙非常喜欢的龙袍,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曹延出色的能力和忠心, 康熙才会在1704年排身为制造的曹延监管炎政, 当时最大的炎厂在两淮地区, 曹延得到的新头衔就是两淮巡岩玉室, 这个职位呢从1691年开始, 长时间的被上三起暴宜占据, 除去因为辖区庞大, 且居民主要为汉人这个原因之外, 很明显的那也是康熙在扩张自己的控制力, 曹延在兼任巡岩玉室这个肥缺之后, 才彻底解决了困扰制造工作的资金问题, 他每年都会从严正上挪用大量资金去补贴制造, 当然了曹延也肯定没少从中为自己遇利, 我们从《红楼梦》中就能够对曹家的富裕程度略知一二, 那绝对不是靠工资就能够积攒出的家业, 对曹延手脚不干净这事儿呢, 康熙当然也是清楚的, 毕竟他难寻时就曾经在曹家住过, 但是康熙呢, 从来没有在钱上难为过曹延, 哪怕曹延在严正上出现巨额亏空, 也只是让曹延想办法补救就好, 或许你会觉得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太铁了, 但事实是呢, 康熙对于很多人都这样, 因为相对于能力, 他一向不大在意贪污这事儿, 用施景谦的话来说吧, 康熙从来就不是一个坚持严格区分责任与利益的人, 说到这儿, 大家或许会认为, 既然康熙的性格本就这样, 那么曹延与康熙的关系就算不上有多特别, 但是事实上, 曹延之所以会被施景谦当作范式去研究, 那就是因为他与康熙的关系在后来发生了质的飞跃, 那么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第三个话题, 康熙为何要让曹延成为政治密探, 这又会对此后的政治与曹家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开头咱们说过, 一提到康熙就会让人想到微服司法, 但是微服司法这事儿啊, 也并不是空穴来风, 康熙在六次南巡的过程当中确实有过类似经历, 不过呢, 与影视剧中不同的是, 康熙为何要让人想到微服司法的主要目的可不是玩, 更不是因为闲的。 施景谦在书中用了一张的内容来讲述康熙的历次南巡, 虽然从1684年到1707年的六次南巡, 康熙表面上都是在关注水患治理工程, 但是从头到尾, 他的主要意图其实都是考察南方社会的稳定情况, 对康熙来说, 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一直在说的民族矛盾问题。 事实上啊, 汉人烦满的情绪一直在减弱, 这从康熙在南巡时的表现就能够看得出来, 比如1684年第一次南巡, 康熙要很顾及汉人感受的绕开扬州家定等发生过激烈民族冲突的地方, 而且满口引经据点, 营造自己良好的亲汉形象。 但是到了1699年的第三次南巡时, 康熙已经不需要在行为上特别拘束了, 他不光回归了善骑射的满人形象, 而且曾丢下随从独自与百姓交谈, 这就是微服私访的原型。 但就算这样, 康熙也依然无法将民族矛盾问题抛至脑后, 康熙当然不是在其人忧天, 因为他很清楚, 汉人的烦满情绪无论怎么浅弱也不可能根除, 就像政府为了防止汉族文人聚重煽动情绪而禁止了结社, 但是实际上却是没法严格执行的。 还有那些以宗教为噱头的秘密反情社团, 更是屡禁不止, 暴动也是有发生。 所以在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结束之后, 康熙开始让派驻在南方的上三起包衣, 承担起政治密探的职责, 其中就包括曹吟。 康熙之所以选择不在南巡, 也是迫于无奈, 因为南方或湿热或阴冷的气候, 对于他这个常年在北京生活的人来说, 一直是一个挑战, 而当他年过五十之后更是感到力不从心, 所以只能推而求其次, 设立政治密探, 保持对南方的控制力。 其实作为制造的曹吟一直都是皇帝的耳目, 但密探的职责要比之前更进一步。 施景谦认为, 曹吟开始担任密探的时间大约是在1708年3月, 他不是康熙的第一个密探, 也不是最后一个。 早在1704年的冬天, 曹吟就曾发现扬州高明色的一位僧人, 有向皇帝密报的权利。 很明显, 僧人并不具备对实众品头论足的能力, 他能向皇帝汇报的只有官员的言行与民望。 曹吟也是一样了, 之前呢, 他给康熙的奏报都是关于地方的政务与琐事, 但从1708年开始, 对封疆大力的监视与品评就成了常态。 施景谦查阅主仆两人的往来信件, 发现在谈论其官员时, 康熙的用语都相当直白, 可以说是从这开始, 曹吟才真正成为康熙的心腹。 在大家的印象里, 雍正才是专制集权的代表, 但事实上呢, 很多集权的手段在康熙时代就已经有了雏形, 政治密探就是其中之一。 曹吟的密探生涯只进行了四年就因病故去, 但就是这短短的四年当中, 曹吟在密探的角色上尽心尽力, 对康熙的信任抱以诚挚的回应。 两人的接触也因此变得非常直接, 而且刺人。 比如, 在1710年, 曹吟患上眼病时, 康熙写信给出了用药的建议, 施景谦就注意到这个建议非常务实, 因为康熙建议的用药是常见的帝皇, 而不是既昂贵又难找的人身。 或者呢, 1711年的科举舞弊案发生之后, 身为帝王的康熙在信中直白地想作为奴仆的曹吟, 表达了自己的沮丧之情。 施景谦认为, 不论康熙运用的是质数还是权数, 对臣子的驾驭都堪称是一流。 曹吟死后, 康熙对曹家依然十分青睐, 不仅对曹吟遗留下的巨额亏空持十分宽容的态度, 并且呢, 让曹家仍继续担任江宁制造一职, 同时负责政治密探工作。 但很可惜, 曹吟后代的办事能力呢, 远远达不到康熙的期望, 尤其是政治密探工作进行的一塌糊涂。 所以, 对于强调能力忠于一切的康熙而言, 曹家开始失宠。 但是不得不说啊, 康熙对于曹家还是很宽容的, 就算心中不快, 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利于曹家的事。 但奴仆唯一的依仗就是主子, 所以呢, 在康熙死后, 失去靠山的曹家, 最终在新朝初期的政治大洗牌当中, 落了一个被抄家的下场。 好了, 到这儿呢, 曹寅与康熙这本书就聊得差不多了, 现在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为你分享的知识要点。 第一, 包衣虽然在血统上说是汉人, 但是呢, 在自我身份认同上, 却是满人, 正是这种特质, 使他们在康熙朝获得了信任与重用。 因为对开国不久的清政府来说, 最关键的还是要舒缓民族矛盾, 包衣们对满汉文化的通融, 让他们可以在满汉之间, 游刃有余地处理各种政务与琐事, 帮助统治者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 康熙在性格上有着近乎偏扯的控制欲, 这让他在处理政务时喜欢面面俱道, 所以制造这个独立于传统官僚体系之外的职位, 才一直被上三级暴益占据, 并且成为康熙的耳目。 对于康熙来说, 最重要的是能力于中心, 所以呢, 他对于贪污腐败的态度一直很宽容, 从不严格区分责任与利益, 也正是因此, 在曹寅死后, 当曹家后人的办事能力无法再达到康熙的预期时, 曹家就开始失宠了。 第三, 最后一次难寻后, 因为年龄和身体问题, 康熙无法再去南方实地考察社会形势, 所以才让很多派出在外的上三级包衣成为政治密探, 用以维持皇权对于南方的控制力。 这种政治手段在后来的雍正朝得到进一步发展, 成为极权专制的重要工具。 好, 本期内容到这儿呢就讲完了。 好了, 本书的解读就到这里, 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那就不会错过更新哦,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